二级疫情警戒持续延长到9月6号 台东市殡葬所因应防疫 取消了中元节的法会 8月14号到8月22号期间 只开放民众户外祭祀参拜 而且不提供椅子 只设置按桌摆放供品 避免人群长时间接触 而人潮确实减少了 几乎只有往年的十分之一 中元节前夕 台东市殡葬所搭起帐篷设置供桌 提供民众户外祭祀参拜 不过放言望去 人潮稀稀落落 对比往年人满为患的景象 落差相当大 出乎人数只剩下十分之一 今天这样子 拜起来很舒服 就不用像以前这样子很多人 这样子我觉得对防疫也有帮助 少了人及人的场面 民众祭祖追思相对轻松许多 随着国内疫情趋缓 指挥中心21号宣布 维持二级警戒到9月6号 而期间刚好碰上宗教大事 农历7月中元节普渡 人数控管成为了防疫重点 紧留控作 以致全数撤除 避免人群久留长时间接触 增加感应风险 台东市殡葬所因应防疫 今年取消例行的中元节法会 同时禁止进入纳谷塔内参拜 仅开放民众 在8月14号到8月22号期间户外祭祀 至于上下会台东市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